你好 我是美珍 目前全国有许多在很早之前已经登记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 至今都还未收到任何接种预约通知 同时麦斯加特的预约时间安排频频发生错误 热线一直故障等等问题 已经引起民众许多不满和批评声 因此对于现有的疫苗接种管理系统 是否有办法筛选出勒林人士名单 让这群体优先接种 也成了普罗大众关注的事项 目前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 和行动党巴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 也为了这系统展开隔空交战 随着全国还有许多被列为优先接种群体的勒林人士 以及合并症患者苦苦等待麦斯加特拉通知前往接种后 行动党巴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先是质问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 为何新冠疫苗接种特工队 没办法筛检出勒林人士的名单 并让这群体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他质疑 总之7000万令吉的数据集成和接种疫苗预约系统 没有基本的数据管理功能 同时认为 用Microsoft Excel简单整理勒林人士的名单就好 为何要砸7000万令吉 来打造一个没法筛检资料的数据库 面对这一连串的质问 凯里就解释只用Microsoft Excel电子数据表 其实是不足够用来处理每天数百万名新冠疫苗接种者的资料 这是因为一个标准的Excel电子表格只能处理大约100万行的数据 因此当超过1500万人登记接种冠病疫苗的时候 这意味着所要处理的数据点可能多达数以千计甚至是数十亿个 所以需要一个适当的服务器及系统来处理 与此同时 开礼重申政府播出的7000万令吉 不只是用在开发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网站 而是涵盖所有相关支出 根据现有的数据 我国有2256267名热灵人士登记接种疫苗 其中855124人已经注射第一剂疫苗 而已经接获预约排期到本月15号的热灵人士 则有436244人 因此开礼表示 在6月中的时候 我国将会有60%登记接种的热灵人士 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 或者即将接种疫苗 至于其余的热灵人士也将在近期内接到预约通知 无论是7000万令吉打造的超级系统 还是简单方便的Excel电子表格 在对抗疫情的这场战争中都不是重点 平民百姓想看见的是当局能善用科技 和所得的数据分析 尽早让已经注册的民众能够获得明确资讯 而非一直漫无目的的干等 并且保证接种中心获得足够的疫苗供应 有条不紊的 有系统的为前来接种的民众施打疫苗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哦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